看电视啦,快递员撞人致重伤。 违规上路难逃刑罚。 2017年9月8日晚上10点多,67岁的张大爷在回家途中,被一辆急驰而来的电动三轮车撞倒在地,昏迷不醒。 经鉴定,这次交通事故造成张大爷创伤性硬膜外血肿、脑挫裂伤、颅骨骨折、身体所受损伤程度属重伤二级。 快递员小许就是驾驶照市电动三轮车的人。 2018年1月,检查机关以交通肇事罪对小许提起公诉。 然而,小许却怎么也没有想明白,事发时,自己驾驶的是一辆电动三轮车,并不是机动车,而且他还拨打急救电话参与了抢救,自己怎么就处犯刑法了呢? 近年来,快递、外卖等电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呈上升趋势。 那么,电动车到底算不算机动车?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,该如何认定呢? 周六、2018年6月2日,12点20分。请锁定BTV科教频道庭审计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